我们果然能够做到心地善良 念头善良 行为善良 我们将来决定能够生 至善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至善的世界 华藏世界是至善的世界 那个地方 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 寿命长远 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都是无量受 人人都具足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向好 无量寿命 我们为什么不去 往生的条件 决定在善心善念善心 如果我们心心不善 念佛也不能往生 信愿都具足 行不具足 这个行里头 不但是要念佛了 还要修善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记住 佛在这里教导我们 不容好分 不善夹杂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修行不能成功 就是夹杂不善 而且夹杂的太多了 夹杂得非常严重 所以 虽具足三次良都不能够往生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不善的根 就是我执 一切众生 齐心动念 执着于我 我是第一 一切都为魔 这个念头 就是六道轮回 第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要不拔除 决定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这六道是这么来的 我们要想的 我们如果要处理六道 必须把自己这个病根拔除 念念想众生 我们只要看到 听到 如果有能力 我们立刻就要撑出援手